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ustin 黄明浩 应援口号应该没有 但是为了舞台一直都有开始准备 然后包括从昨天的彩排开始 一直融入了很多 有跟编导老师一起对 然后也融入了很多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刚才的事情有什么会引起你的注意吗 什么会引起我的注意啊 应该是彩虹屁吧 一般叫我好歌的话 会比较容易引起我的注意 有没有一直想尝试 但是还没做到发型或者造型 有有有一直想尝试剔个小拼头 但是还没有鼓起这个勇气 你今天的着装文艺简单教材 感觉如何快速感受 Justin Style Justin Style 我觉得就是随心吧 就是随意一点不用太拘谨 然后自己想 喜欢什么就穿什么 不用担心好不好看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 那有什么就是 出门必备的单品 出门必备单品 手机 这期对三文二零八 做一个总结的好像应该 这期二零一八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酷的一段回忆吧 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年 然后我也希望接下来会更加 有大家的陪伴 会变得更加的精彩 对 这一年外界看来的心情是非常密集的 变化和成长 成长已经在你的内心很变化 是我的内心没有什么变化吧 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正能量 带给大家开开心心的 能带给大家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作品 创作灵感是一首风格非常印和的歌曲 创作灵感是什么 创作灵感是就 因为是第一首歌嘛 所以就希望能够把自己对音乐的态度啊 全都写在歌里面然后送给大家 今天喜欢哪些音乐人的作品 喜欢哪些音乐人的作品啊 我就在这里给我好朋友Ice啊 打一下Cova对 然后就一直在有他听他的新歌 你怎么看待职交在你身上的高话题 和高音量的 高话题和高流量 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然后就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 能够对得上大家给我的这些称号 能够让我的努力 希望能够用我的努力 让大家对我有所肯定 那现在给你发的点就是 霸道的男主和温柔的男人 霸道男主吧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霸道的人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霸道总裁的人 如果有机会请问VC或者卖为一个超级英雄 钢铁侠 因为钢铁侠是我觉得 首先他很有情 第二他很有魅力 第三他很厉害 对 用三个词我许愿你的2019 好难啊 三个词来许愿我的2019 我觉得就第一个开心 第二个健康 第三个工作顺利 这有点难呢真的 要编一段小故事对吧 就有一天 然后呢没有 好吧这些故事就是这样子的 有一天呢 然后呢 加斯廷老师去学校上课 然后呢 他 见到同学的第一面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就给大家打了声招呼 让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 那时候成独秀同学就站了起来 他说 贾老师好 然后确认过眼神之后 我就跟成独秀同学说 成独秀同学你坐下 然后成独秀同学说 我骗不 但是我就是不做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说 安排一下吧 你就去那个 你现在你不做你就按 我就给你安排一下 你就去那个 教室门口罚站 然后他就坐下来 然后我就劝他善良一点 对 可以吗 可以 啥玩意儿 这是一些三千六五三千黑发 BLX 玻璃心 哎呦真的假的哦太厉害了 XXBB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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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没有这个是啥呢 这XXBB 诶 诶 不用谢 诶 好 QK 嗯 晴空 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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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麦 珍珠 就是去拿一个小笼包 放到一个那个抽屉里面 然后去珍珠它 它是那个鞋的样子 就是这个正体的意思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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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虾还有其他意思吗 说小龙虾了 就是粉丝纤维有的人又龙又虾 姐姐你对这个世界的恶意怎么这么大呢 好了没有了 好 好了 这个呢是我的新歌的名字 请大家敬请期待 对 出来了就知道了 请大家猜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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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